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好 太上感应片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 社会上一般大众都非常重视 以这个方法修学的人非常之多 得到的感应也不可遂 感应片汇宾就是收集 十十多多感应的刺激 季孝非常的显著 古人劝道 人心地要厚道 这一次我到澳洲 虽然时间只有四天 同学们还是不放过 要我将这个四天的时间 将了凡四训的大意 给大家做个介绍 感应的道理 开宗明义 就讲得很清楚 一经上所谓 极善之家 必有余情 极不善之家 必有余样 存心厚道的 一定有厚福 存心刻薄的 纵然目前环境 很兴旺 但是不久 也必定衰退 这个理论与四世 古今中外 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 都能够见到 而且非常明显地见到 所以 无论是个人 无论是家庭 社团 或者是国家 要知道 兴旺 使人在存心厚道 断无修身 所以古人讲 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应当将这一篇文字 广泛地流通 我们应当效法 印出 印光大使 在一生当中 全心全力地 流通 这一部书 另外就是 了凡四讯 暗四全书 这三样东西 它的流通量 远远超过 佛法的经理 印光法 这么做 是什么用意 无非是挽救 现前世间的劫难 这个劫难 非常严重 我们要认识清楚 劫难从怎么造成的呢 人心 人心 人心造成 心形不善 就造成结 佛家所说的 一报随着正报转 一报是我们环境 正报是人心 是行为 人心上 我们生活环境 就善 人心不善 环境就变 惑劣了 所以说 这本书 一定要数度 深色 面离风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力 严与造作 想想 与感应片的教训 相应不相应 相应的 我们可以想 可以说 可以做 不相应的 就不可以 所以 一定先要数度 要常常思维里面的毅力 数度 深色 陆离风险 你的前途 无限的光明 我自己学佛 我26岁 接受佛法 许多同修都知道 我没有佛报 也没有受命 我不止一个人 给我看相算命 许许多多 都说我过不了 45岁 我相信 我家里面 好多代 都没有过45岁 所以我能接受 莫有佛报 过去身中 没修复 幸亏好 还有一点善根 还有一点聪明智慧 能够接受善法 当年 朱金舟老居士 将了番私讯 感应篇 介绍给我 我多了之后 深受感动 知道自己的毛病 改过自新 舍忍辱 舍忍让 现在 还有这么一点寿命 好像还有这么一点福报 不是前生 这也三人所修 实在讲呢 得力于印族的教诲 这三种书 我都讲过好几遍 这一次同修们 请我再讲一遍 我说好 也正是时候 大家学佛 功夫不得力 念佛 不能得功夫成片 参禅 不能得禅定 研教 不能够圆解 原因在哪里 要把这个原因找到 消除这个因素 无论修学 哪一个发门 功夫就得力了 尤其是现在世界 这个世界 每一个地区 灾难频繁 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要有警觉心 上一个月 有一位澳洲的同修 送了三本 三大本 西方古老的语言 我用了两个信息 多 我才真正明了 过去 我们也看到一些 是揭露的本子 不完整 看不出东西 也是我们自己 修养不够 看到原文 看到全文 我们才知道 西方 诺斯坦玛 这是全世界 都知道的 大语言家 而这个人 实在上说 跟辽凡私讯上所讲的 孔先生 是同样的人 他对于未来社会的变化 治乱的状况 推算得非常准确 但是 没有办法化解 辽凡私讯 孔先生 把袁辽凡 命运算得很准确 没有办法更改 袁辽凡先生 很幸运 遇到了 云固缠死 交给他 命是自己造的 当然 自己可以改 改造命运 他改成功了 在中国历代 像辽凡先生这样的人 不计其数 你懂得道理 懂得方法 你就能够改造命运 创造命运 前途一片光明 明白这个道理 那 那个不是容易事情 透轻 了解方法 也不是容易 所以一定要认真 陆里 学习 这个道理 非常之深 我们在新加坡 有机会 长时间 细数大准 这些道理 都跟诸位说明白了 可是听 一遍 一遍 两遍 三遍 你是不是真的就懂得呢 未必 一遍 两遍 三遍 听说而已 你的信心都不能尽力 何况了解 好在这部华严经 分量大 我们 眼前这种进度 我估计 要讲十五年 如果有这个缘分 十五年 熏修下来 我相信 开悟的人会很多 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办不到啊 不能在现场听经 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你听录音带 看录像带 或者是从 网络上 来收看 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固然 每一天 不间断的讯息 要想 尽力信心 也得要三年五载的功夫 你才能做得到 现代人 跟古人不一样 古人心是定 古人心很厚道 现在人心刻薄 浮躁 没有三年五载 信心不能进 有个十年八年 你才真正能开解 真正能够欺辱 我自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一生当中 心的平静 这一点 比一般人 要强一点 我们有欲望 欲人无增 欲事无求 心底比较平静 这个对于修学 就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心不贫 你心的浮躁 你欲望很多 要争取名文利 探图五一六成 这是修道最大的障碍 这些东西 制造罪业 所以你的功夫不得了 道理就在此地 那么一个人修行 一个人得福 一家人修行 一家人得福 一个地方 去修行 这一个地区 灭除一切灾难 新加坡这个地方不大 我们在此地讲经 新言后也有十二年 为什么在其他地区 同样用十几年功夫 没有效果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些效果 原因是新加坡这边教育 跟其他地区教育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人老实 受法 很规矩 所以听了佛法之后 他认真思维 他会去做 他觉得这是好的 他认真去做 做的人多了 就形成一个风气 这么一个小的国家 城市国家 能够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 自然有它的道理 可见的道理还都归结在教育 我听别人告诉我 李光耀先生曾经讲 他是受过英语教育 如果他要是受华语教育的话 新加坡的智力比现在要好很多倍 这个是真实智慧 真正过来人 华语的教育 叫人什么 我们要明了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 一直到清朝末年 教育宗旨没有改变过 宗旨只是三种事情 第一种事情 教你 明白人与人的关系 你应该怎样做人 第二教给你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第三个 教你 人与天地归于神的关系 你能够通达明了 你就是圣人 佛家的教育 也是这三种事情 佛家就不管是大小城 不管是哪个宗派 教育的宗旨也是三条 第一条 转卧为山 在五成佛法里面 人天佛法 你不会堕三我道华 第二条 转迷为物 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三阶之外 做罗汉 做辟之佛 做菩萨 做佛 第三个目标 转返陈圣 那就是超越 十法纪 华严经上讲的 法身大四 如果我们对于教学刚临都抓不到 你学习什么 真正明白 真正懂得 才知道知恩报恩 世间人不知道恩 他报什么恩 知恩报恩 在大乘佛法里面 二地菩萨必修的课程 诸位想想地位都高 二地菩萨总共修学 八个科目 这是其中之一 念念不忘 笑阳奉 奉司自掌 这两句是根本 然后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 孝顺一切众生 奉司一切众生 这个 《凡王经》里面所讲的 这戒经 一切男子胜过父 一切女人胜过母 这是把报恩发挥到极致 我们今天 与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接触 不同的族群接触 真诚的爱心 无条件 无私的布施供养 有很多人感觉的奇怪 来问 法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这是华言教会的落实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失控伐戒 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的清净法神 怎么能不爱护 怎么能不照顾 怎么能不供养呢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都知道这样做法 天灾人祸就没有了 这就叫做佛法了 佛法在世间 真正懂得佛法的几个人 我们所学到的 这个教会 必定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 变成我们的思想 变成我们的行为 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所以感应品不能不认真 陆黎 来修修 这个汇篇 搜集的公案 英语故事非常丰富 不能一桩一桩的介绍 那个时间就会太长了 我在此地 只是提醒同学们 要认真 陆黎 就读诵 受持 自求多福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还没有讲到本文 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到本文了 下一个分钟 下一个分钟 你可以 偈尾尔 在此地 那么 我们就会做 解答